2022年4月星象 将我们自己打磨成钻石 4月的宇宙能量让我想起卢米的一句话 如果每一次摩擦都让你感到不适 你将会如何打磨自我 4月带来了一些烦恼 但最终还是有可能让我们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本月主导天空的两大宇宙事件包括 木星和海王星在双鱼座的排列和金牛座的星月日时 虽然木星和海王星的排列在4月12日达到顶峰 但我们将会在整个月里都感受到这股能量 这能量有能力掀起一股新的创意浪潮 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富有远见的灵感 并为娱乐、音乐和艺术行业带来大胆的创新 木星和海王星的相遇也意味着一场集体觉醒 这有助于改变整个星球的意识 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一生一遇的能量 它能真正帮助我们所有人提升我们的觉知水平 为地球带来更多的爱、光和疗愈 4月中旬的天唱座满月 带来了一些会引起强烈情感的能量 这将引导我们进入日时季节的转变能量 虽然这次满月可能会给地表带来一些高温紧张的能量 但随之而来的日时预示着一线希望 看来这次日时将为一些我们可能尚未看到的光明机会打开大门 它的能量感觉就像烛光 会照亮任何感觉黑暗或沉重的东西 冥王星也在月底逆行 结束了我们没有行星逆行的魔咒 虽然这是一种微妙的能量 但一定要利用本月上半月所提供的前进士能 从你的代办事项清单中划掉一些事情 并在实现梦想时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 2022年4月的关键战兴日 4月1日 太阳与凯隆星合相 太阳和凯隆星的一年一度的相会 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疗愈之旅 带到更高一级水平的一天 如果你正处于一个疗愈旅程中 这种能量可以帮助促进这个过程 带来一种更深刻的觉知 凯隆星的能量 也支持我们将我们的伤口作为智慧之门 因此此时有机会从我们的伤口中 萃取新的智慧和见解 以便我们能够利用它们来超越 来帮助他人 4月4-6日 火星与土星在水平做合相 火星和土星结合在一起 会给地表带来一些严酷的事实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我们的责任的时刻 如果我们在某件事上拖拖拉拉 懈怠或犹豫不决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此时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火星和土星也会产生一些不稳定的能量 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所以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处理它们 4月12日 木星和海王星在双鱼座合相 这是本月和本年度的重大宇宙事件 木星和海王星在双鱼座的相遇 承载了许多层意义 在更高的层面上 它意味着灵性觉醒 创造性灵感 以及我们改变自己感知现实的方式的能力 使我们能够转移到更高层级的觉知和意识 木星和海王星可以触发灵性成长 核心的灵性愿景 但它也会造成与现实的脱节 以及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机制去逃避的倾向 木星和海王星也会对水产生影响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 有洪水或供水问题的出现 水也是情感的象征 所以木星和海王星也有可能引发很多眼泪 4月14日 太阳与厄里斯在白羊座合相 厄里斯是一颗矮行星 被称为不和谐与冲突的女神 这是本月中我们肯定会经历打磨的时刻之一 如果有什么事情惹你生气了 或者你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烦恼 请记住这一点 这是在磨练你 要利用这种能量 就要脚踏实地 并且要知道 你不必待在让你感到不适的地方 通过活在当下并保持较准 致力于在你的生活中 创造和谐的能量 4月16日 天秤座满月 满月的能量激起了一些紧张气氛 但要知道 宇宙正在发送一波波的支持 让我们去放手 去释放控制 并消除我们不再希望携带的东西 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浮上表面 那就让满月的光明能量发挥作用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随着紧张局势的平息 你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事情 你将知道如何继续前进 为了在所有这些能量中平稳过渡 请保持脚踏实地 试着利用天秤座的能量 在回应和表现 设定界限和保护你的能量之间 创造平衡 4月19日 金牛座的季节开始了 走出火热的白羊座季节 进入朴实的金牛座季节 当我们从白羊座转移到金牛座时 我们能够带上我们在白羊座的阳光中 种下的所有的灵感种子 现在开始照顾它们 培育它们 帮助它们成长 金牛座的季节 支持我们创建一种常规 可以有条不紊的工作 以及多多照顾自己 在你的生活中 腾出时间去感受快乐吧 4月28日 金星与海王星在双鱼座合相 金星 爱之女神 与海王星在双鱼座对齐 这通常每年发生一次 是浪漫 创造力和灵性成长的美好能量 利用这股能量进行自我照顾 与爱人共度时光 并用水来为自己补充能量 4月29日 冥王星在摩羯座开始逆行 冥王星进入逆行状态 终止了我们没有大行星逆行的魔咒 冥王星逆行是一种微妙的能量 但它会让我们反思 我们是如何选择放弃 还是坚持我们的力量 在冥王星逆行中 我们被邀请去回顾 2021年10月到现在的这段时间 以及我们如何被召唤 而步入我们生活中的一股新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 我们可能会发现 自己被迫做出这一飞跃 冥王星也控制着死亡和重生的循环 所以利用这股能量 来反思你是如何成长的 以及从此刻起 在你生命中展开的 所有微小的死亡和重生 4月30日 金牛座新月日时 金星与木星在双鱼座合相 2022年的第一次日时 落在金牛座 在这次日时的同时 金星 金牛座的主宰行星 与木星对齐 这是一个积极的征兆 预示着光明的新机遇和一线希望 如果这个月一直以来都充满挑战的话 这次日时能给你带来一缕阳光 日时可以被视为帮助我们加速进入灵魂进化的下一个篇章的门户 在这次日时下 新的大门可能会打开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先前想都不敢想的机遇 对于显化工作而言 这是很有力量的一天 但也要信任 并对宇宙中的一切持有开放的心态 保持你的高振动 并允许宇宙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你